虽然这是摩天狂骄非常费力说出来的一段话 但是因为摩天狂骄体型巨大 声音依然如同惊雷一般 整个摩云宗的人都听到了 不少人都当场震惊了 虽然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不妨碍他们的遐想 然而方寅比所有人都要震惊 这个时候他才反应了过来 摩天狂骄居然说出了任人驱使的话 呵呵 我不需要啊 徐扬看着面前的摩天狂骄语气平淡 他感觉摩天狂骄死了 比活着更加的有价值 因为摩天狂骄身上还有不少的灵药 比如徐扬看着面前 这都可以当成绳子用的摩天狂骄的胡须 哎呦 这摩天狂骄的胡须可以和另外一些灵药炼制成鹰丹 成鹰丹可以大幅度的提升金丹气 晋升到圆鹰气的成功几率 你不要我 那你的意思是什么 要杀我吗 摩天狂骄有些惊慌 遥想几千年前 他和几十个圆鹰气的修士战斗 都没有这么惊慌 但是现在他遇上了徐扬 他却惊慌了 刚才徐扬给他的两脚 让他都开始怀疑人生了 太厉害了 刚才徐扬的两脚差点就要了他的命 而且显然徐扬还没有用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就和闹着玩一样 刚才那轻飘飘的两脚 就让他受了重伤 虽然他的智力比不上人类 但是他也知道 眼前这个人 他是万万不能立敌的 人类 不要杀我 我可以给你当坐骑啊 摩天狂骄惊恐的说着 徐扬摇了摇头 哎呀 我对坐骑不感兴趣 我对炼丹有兴趣 所以我打算用你炼丹 用我炼丹 摩天狂骄愣了几秒钟的时间 然后瞬间就反应了过来 你妈呀 用他炼丹 不就是让他死吗 而且还是千刀万剐的那种 想到这儿 摩天狂骄都要吓尿了 赶紧说着 你不要杀我 不要杀我呀 你让我干什么都可以呀 不要用我脸蛋 摩天狂骄苦苦的哀求着 在生命面前 节操就是个屁啊 所以他连节操也完全不要了 不要脸的哀求 方颖看着那个曾经狂拽酷帅 吊炸天 一副老子天下第一 老子冷冰冰的摩天狂骄 开始卖萌求饶 嘴角扯了扯 随即转身 手心渗出了细密的汗珠 他的情况不比那摩天狂骄 好到什么地方去啊 他能感觉徐扬对摩云宗 深深的恶意 他感觉 徐扬要是心情不好了 分分钟就会让他摩云宗灭门 所以 现在摩云宗第一任务 就是把徐扬给伺候舒服了 千万不要让徐扬感觉到不爽 这关系到他们摩云宗的 生死存亡问题啊 另外 现在其中还有另外一个 非常棘手的问题 摩云宗 从天阳宗把摩天狂骄给偷了 这应该如何的给前辈解释呢 方颖感觉自己头痛欲裂 划分两头 那摩天狂骄费尽口舌 用他那不怎么灵光的脑子 想了无数的不杀他的理由 都被徐扬用 我要用你炼丹给回绝了 人类 你不要太过分 你不是要用我炼丹吗 你要是杀了我 你也得不到任何的东西 摩天狂骄歇斯底里的说着 徐扬淡淡一笑 你可以试试啊 你试试不就知道了 徐扬的脸上带着自信的笑容 一双清澈的目光 看着摩天狂骄 摩天狂骄歇斯底里的说着 好 既然你执意要杀我 那我就让你什么都得不到 话音落下 摩天狂骄巨大的身子变得通红 仿佛一块在高温之中灼烧的烙铁 轰 忽然 周围的灵气瞬间变得浓郁了起来 然后渐渐在摩天狂骄的身体为中心 开始旋转 旋转的越来越猛烈 渐渐的变成了灵气的漩涡 摩天狂骄的身子更加的红了 红的透紫 紫的发黑 仿佛随时都会融化一般 你打算自爆啊 徐扬淡淡地问着 没有一丝一毫的意外 徐扬估计 要是让摩天狂骄自爆了 以这个灵气量 方圆一百里都将化为灰烬 人类 你逼我的 我要死了 我也要拉你陪葬 摩天狂骄嘶吼地笑着 这个时候摩天狂骄的身子慢慢地开始膨胀起来 变得像是一个气球 仿佛随时都会爆炸 你想多了 徐扬语气平淡 徐扬一边说 一边伸出了一个手指 在摩天狂骄的身子上 点了一下 这个时候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摩天狂骄那膨胀的身躯 迅速地收缩 很快地变成了正常的大小 那红彤彤的身躯 也变成了正常的暗黑色 刚刚汇聚而来的灵气风暴 迅速消散 天地重新归于平静 仿佛刚才的一切都是幻觉 这个怎么回事 摩天狂骄有些懵逼了 大眼睛之中充斥着迷茫 好了 你可以去死了 徐扬淡淡地说着 忽然拿出了一把剑 插进了摩天狂骄的脑门 砰 剑射进了摩天狂骄的脑袋 摩天狂骄的脑袋 瞬间就被炸裂成了渣渣 徐扬看着摩天狂骄的尸体 笑了起来 摩天狂骄其实算是老者了 但是他的实力 其实只有半步动天 甚至于 就连半步动天都不到 唯一唬人的 就只有庞大的身躯了 当然 这也不是说摩天狂骄渣 只是因为摩天狂骄 在阵法之下封印了千年 以身修为不禁反退 就算现在出来了 也没有恢复元气 要是让摩天狂骄 修整一段时间 那这摩天狂骄 应该会恢复到 动天境界的修为 就在这个时候 忽然 徐扬听见了后方 传来了一阵破空之音 徐扬转头看去 只见一群人 飞到了他的面前 你们是什么人 来干什么 徐扬有些纳闷 就在这个时候 那群飞过来的人 单膝跪地 恭恭敬敬地说着 摩天狂欢迎前辈 大驾光临 为首一人就是方尹 一脸的战战兢兢之色 徐扬的目光 在方尹的身上扫过 方尹笑得更加的勉强了 徐扬老远都听见了 他的心跳声 你干什么 刚才你可不是这样的呀 徐扬语气平淡地看着他 方尹抹了一下额头上的冷汗 心头非常的郁闷 他要是早知道徐扬这么厉害的话 他刚才就绝对不会用那种态度啊 大人 刚才有所抱犯 还望大人恕罪 方尹颤颤巍巍地说着 徐扬点头 嗯 好了 我知道了 那你说说 现在你又想干什么 就才来 特意来请大人恕罪 方尹说着 你何罪之友啊 方尹的冷汗冒得更加急促了 徐扬这话百名反话呀 刚才的不敬之罪 方尹想着一下 哎呦 我这个什么不敬之罪啊 先放那儿吧 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妖兽的事情吧 徐扬指着那死掉的摩天狂骄 冷冷地说着 方尹感觉心头一沉 眼前一黑 差点晕过去 现在他最怕的事情 就是徐扬来追究摩天狂骄 因为摩天狂骄 他们是真的心虚啊 几乎是冒着天下之大不韦放出来的 而且摩天狂骄也不受他们摩云宗控制 只是摩云宗和摩天狂骄之间的交易 摩天狂骄暂时待在摩云宗 这个 这个 我们也只是想让摩天狂骄 做我们的护山零兽而已 没有其他的想法啊 方尹有些心虚 是吗 徐扬冷笑了一下 不知可否 你们把摩天狂骄从封印中放出来 有没有想过 万一摩天狂骄失控 你们怎么办 这 这不还有大人吗 另外一个人弱弱地说着 徐扬看了那人一眼 也没有和这些人扯淡了 我可以不追究 但是 我要去你的仓库一趟 怎么样 没问题吧 徐扬问着 他相信他这样问 所有人应该懂他的意思 将军抽居吗 方尹面色变了又变 最终还是叹息了一声 说着 好 任凭大人吩咐 虽然方尹的心头非常的不甘心 但是 他能怎么办呢 一个能一脚踢死摩天狂骄的人 灭他们摩云宗还不是玩似的 徐扬在方尹的带领下 进入了摩云宗的仓库 果然 摩云宗的仓库之中 宝贝还是不少的 各种灵件 丹药 功法什么的 这是一个宗门的底蕴 摩云宗传承了上千年 现在正是摩云宗最强盛的时候 宝贝自然是不少的 这些东西放在一万年前 徐扬都不带看一眼的 但是 现在的天兰宗 穷啊 仓库之中基本已经空空如也了 必须得带点好玩回家 天兰宗弟子不少 那么穷怎么能行呢 所以 徐扬直接大手一挥 将所有的东西 都装进了自己的储物空间之中 方尹看着 自己家的祖业就这么消失了 心头火起 却又什么都不敢说 脸上还必须带着灿烂的笑容 在强烈刺激下的方尹 气急攻心 眼儿一翻白 抽过去了 第二天 整个天兰宗就开始流传起 摩云宗的传说 因为摩云宗上市长老 下至炼气器弟子 都开始下山讨饭了 徐扬不仅仅把摩云宗的仓库给搬空了 还把摩云宗上市长老 下至炼气器的弟子 都给洗劫了一遍 就连摩云宗那气势恢弘的山门 都他妈给搬走了 这就杂人呢 现在的摩云宗 就是名副其实的 丐帮 徐扬回到了天兰宗 第一天就宣布 徐扬要赏赐宝物给弟子 让众弟子到广场集合 人群熙熙攘攘地挤在广场上面 一脸崇拜地看着高台上的徐扬 大家安静一下 然后让开一个空地 我把宝物放那 然后你们自己看上了什么 自己去取就行了 徐扬浑厚的嗓音传出 广场的中央立马空出了空地 徐扬大手一挥 从摩云宗掠夺来的宝物 就如同堆积的垃圾山一般 堆积在广场中央 只有那丹药的清香 武器灵力的寒光 表示着那些不是垃圾 而是实打实的宝物 当天兰宗的弟子们 看着广场中间的那些东西之后 都愣住了 这也太多了吧 他们的徐老祖 到底出去干了什么呀 哦对了 你们这些金丹旗的呀 就不要像没见过世面一样 去和他们抢了 我跟你们留着有更好的 你们现在去维持秩序 谁要是不按规矩抢夺 你们就揍他呀的 徐扬对着天兰宗的金丹旗长老说着 那些金丹旗的修士 面色一喜 急忙道谢 就去维持秩序了 老祖 这些东西这么多 你不会是出去 洗劫了一个宗门吧 林青叔这个时候走了过来 看着广场中那堆积如山的宝物 忍不住吐槽 啊没错 我就是去洗劫了一个宗门 哎 林青叔一愣 刚才他也就是随便说说呀 没想到 真这样啊 不禁又看了薛阳一眼 一阵的无语 走吧 我们去山门前 我们去山门前干什么 林青叔疑惑地问着 我们的山门呢 已经烂得看不出是山门了 我在外面随便地搬了一个 看起来不错的山门 先来将就一下 啊 林青叔一脸怪异地看着徐阳 如果刚才他没有理解错的话 徐老祖应该是在外面 把抢了一个山门回来 啊 徐阳来到了天兰宗的山门前 将那破败的山门给拔了出来 扔了 然后又把从摩云宗抢来的山门 放在了原来的位置上 顿时有了一个气势 辉轰的山门加持 整个天兰宗的气场都不一样了 老祖 这个山门上写的是摩云宗啊 林青叔看着这个山门 有些哭笑不得 徐阳眉头一皱 月身而起 手上多了一把灵剑 一道白色剑光闪过 摩云宗三个大字 就被徐阳整整齐齐地削了下来 然后手持灵剑 剑在徐阳的手上龙飞凤舞 在山门上刻画了出 天兰宗三个大字 徐阳落地收剑 看着山门上的三个大字 微微一笑 啊 林青叔 你看这字怎么样 林青叔望去 粗略一看 并没有觉得有什么 但是越看 越觉得心惊 仿佛有什么东西 捏住了他的心脏一般 连呼吸都不顺畅了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